基隆市議員鄭文廷先播出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陳時中提出將設立都更特工隊的做法 認為可以作為基隆的借鏡 曾召開都更座談會的鄭文廷建議基隆市政府加速相關法令修訂 以提高建商到基隆投資都更案的意願 之前也有舉辦過都更的一個講座 我們也邀請在台北市他們從事都更甚至圍繞成功的建商來說明 其實他們提到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其實基隆的法令的部分還來不及跟上中央的法令 也就是說在法令的征修上面必須要加快腳步 讓建商他趕進來基隆投資 除了房價這個問題之外 我想他們認為法令的不明確造成他們卻步 這個也是一個其中的一個原因 那這邊提供給處長做參考 基隆市政府都市法案處長徐燕欣表示 目前基隆市共有8件都更案15件危老案 接下來計畫明年成立公辦都更專案辦公室 用小區徵究法方式逐步推動 怎麼樣更重要一定要合作 所以我們希望這樣子 所以今年有爭取112年在都更基建預算 我們也開始我們要做一個公辦都更的這樣子的專案辦公室 持續去協助很多的土地 例如郵局在新鶴停車場旁邊的土地 例如未來在中正區還有一些土地 甚至我們未來在盤整捷運沿線之後 有大筆的公有土地或是國營事業的土地 我們都可以主動出擊 然後去做整團的美和 基隆市長尼佳昌澤進一步認為 應該做戰略性更新地區規劃 並透過重大建設的引路 有成效的解決都市計畫問題 依據整個城市發展的一個策略 還有在這個階段所已經達成的 這個階段性的一個狀況 然後去做一些戰略性的 這個更新地區的一個規劃 那另外再搭配我們現在的一些 重大的建設的引路 以及這個現在都發出已經在做的 這個融機的策略移出跟移入的地方 那我們才能夠把過去所累積下來的 這些都市計畫的問題 透過這樣的一個機制 把它同步的做一些解決 另外這問題也關切仁愛區 鄰里公園不足的問題 並因應區公所經費不足 呼籲公園管理事權應該予以整合 鄭文廷強調整合的好處有助於 四圈統一美化四融及促進觀光 呼籲金融市政府妥善思考 記者張祈騰金融報導